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講的是 m variable of one equation 的時候 它的解集合 會是 n 簡易為的 但呢 你也同時可以考慮 n個 equation 加上 n個 variable 加上 m 個 equation 那當然你這個 equation m 會比你的變數 n 來得小 所以說它的解集合 依同樣的理由 對吧 你解了一個再解一個 再解一個 再解一個 OK 它的level set 的維度 最多只有 n 簡易為 對吧 你可以從解第一個解 第一個等於0的解 再去解第二個的解 對吧 你一次解一個 就回到剛剛那個形式 那最多只會有 n 簡易為 好 那這 n 簡易 n 個呢 the level set 它會不會也是 然後這本來是主點看 事實上你可以一起看 你在附近點所有的那些點的 level set 事實上都是 n 簡易為 你有辦法同時讓附近的那些點的解集合 同時變成是某一個固定函數它的取值 那你發現剛剛如果可以做 現在其實可以做 理由是 其實那個證明跟剛剛是一樣 因為隱含數定理不是只能做 在 r 1 的 你身上可以做在 r m 的 對吧 所以這時候你可以發現 你有其中的某個 n 變數 用剩下那 n 簡 n 的變數 來表成一個函數的形式 那那個函數的形式是大家共有的 好 所以你可以發現 那所以 真正 in general 定理的是這個定理 所以你一圍繪正那 下面這個你就聽過這樣的想法 你就會知道 事實上 隱含數定理本來就是在講 m 個連理的東西 所以事實上你可以把它照超過來 所以這次你就要 speaking 的 case 所以這次你就要 speaking 的 case 在這裡 n 一定要大於等於 m 好 所以假設現在這個 f of s 0 取值乘0 那如果這個只是在告訴你 我的那個最後我的 level 會要在哪裡去找而已 然後這個 d f 呢 在 s 0 這一點 對吧 剛剛是不等於 0 現在呢 那要 delta 要 delta 在那一點取值不為 0 對吧 delta 在那一點取值不為 0 回歸到 d f 來講的時候 那就是 這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的矩陣表法裡頭有 它的 rank 剛好是 是 m 不是嗎 你有一個 m 乘 n 這已經是最大 rank 了 你有一個 m 乘 n 裡頭的小矩陣 determine不為 0 在 m 之下 那意思就是它是 這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它的 矩陣表法的 rank 剛好就是 m 所以那件事情對應到 你用它來講的的時候 因為你現在講不出誰是誰了 anyway 而且我也不 care 誰是誰 這個東西呢 而是 linear map 當你要看成是一個 linear transformation 或 linear map 才有所謂的 rank 那它的 rank 是對它的矩陣 找一個記憶體之下寫出來 那個 matrix 它有多少個 rank 然後那個 rank 跟 independent of 你所取的矩陣 anyway 所以這個東西呢 它 has rank anyway 這是線性代數的術語 這個 m 剛好是它的滿維度 注意一下 then 其實這都是隱含數定理 這都是 then 隱含數定理告訴我們 there is a neighborhood u of 這個 se bar 它送過去的時候 這個曲子是 那s 到 n-m 8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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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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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是共同函数在后那个M个变数上的取值 在后面这个M个变数的取值 所以它等于C的level就是原来那个点在S1到SN等于C1到CN 现在已经没有一个C了总颜就是这个意思 好也就是这样的东西 好这个证明事实上跟原来证明完全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留当成习题给你去做 这是Exercise第18题在Page441 强烈建议你GoThrough一遍 好一开始事实上可以直接证这个这件事情 只是那个图形就比较不容易画给你看 所以它画一纬度的 但高纬度你可以想像 好那这个这个例子 f of sy 等于s 平方加y 平方 这个这个例子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个例子 好在这个例子里头它要问的是 Can we straighten out f nearly 在零零这一点它的取值能不能把它变平 这是这个是你学过Stormand Straighten定理的时候 它的一个专门术语 所以这个已经包含在 在那个内涵里头了 OK 如果你单纯从英文里来看 真的有点难以理解 这个它在讲什么 好 它问你在零零附近 f 可不可以被straighten out 然后呢 what about 其他的点呢 好一分钟给你 好这个Domand Straighten out的定理在几何上是一个重要的定理 因为它牵涉到你有一个surface 能不能把那个surface找到一个好的参数 Parametration 你能不能对它找一个好的坐标 它牵涉到是坐标问题 OK 那这是一个M维的surface 对吧 那它的坐标应该找M维的坐标 你能不能找M维的参数来描述这个surface 当然只能举一步驟 OK 那一般来讲 隐含数定理就是或者所 所以Domand Straighten out的定理告诉你 它是OK的 其实它的证明根本就是隐含数定理 只是那时候我们就停留在那里 没有继续讲 OK 然后现在再继续往下讲 好 在这个地方呢 那如果你懂那个东西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容易 只是你就把它拿出来用一用 所以你去算它的derivative 你发现呢 这是2s跟2y 好 你发现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 它有问0,0跟其他点 所以你可以发现呢 什么时候 它不是0,0的方式 那就是这个不是一个0向量 所以你发现这个东西不为0 如果sy不会同时为00 那因为这个东西不为0 这个东西不为0 这个东西不为0 所以对 所以对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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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是for 所以是for 这个sy呢 它不是圆点 它不是圆点 it can 它可以 它可以 it can be 它可以被streaten out 对吧 那在0,0那一点呢 你发现它是一个 它会使得它是0,0 对吧 那那个定理不能不表示不行 对吧 因为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 而非必要条件 那你发现当s等于0,0的时候 它的曲子刚好是0 所以实际上你是在解0,0那一点的level set 通过再加上 你要考虑0,0那一点 那现在讨论的是0,0那一点 它的曲子的level set 0,0那一点的曲子带进去 刚好是0 0的level set在这个地方 你发现 你就是对sy加 s平方加y比方去解0 你发现只有唯一的解 叫做0,0 然后你才去考虑它在0的这个解 这是先后顺序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就算0的解 你发现这个点只有一个解 就叫做0,0 那既然如此 它的 它在0,0的 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点 叫0 那请问你 它 是 它是条曲线吗? 它根本不是 它只有一个点 没有办法 straten so it cannot be 因为它根本不是曲线 所以没有那个问题 要不要把曲线变平的问题 它只有一个点 你可以发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那如果你要从这个图形来看的时候 事实上你看 它等于c的level set 事实上等价于半径为c的circle 好 那straten定理告诉我们 local speaking 这些半径为的东西可以换成 这些平行线 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合理 对吧 如果你看得很小 本来就是一条一条线 转个位置把它变成这样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些 就是这些线 好 这是它的意思 好 再举这样的一个例 那在这个例子呢 s3次方加s加y 好 Can we straighten out 这个f呢 near这个00 他问这件事 好 一分钟给你 因为这个例子都是很容易为分的 所以计算上就非常的快 好吧 你的答案是可还不可 好 你先算它的derivative 那这个 它的derivative 这个near function 那就是它偏为分所成的矩阵 然后你就会发现是3s平方加e 然后跟e 你可以发现没问题了 好 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在00这一点 你发现它的取值是e 我 对啊e 不是吗 好 是e 答案不是因为1 因为是它 不是0 它不是0 006 transformation 所以推得 这个by by 你忘了 但是你知道怎么样去查 你怎么不能从 去找 微分的 derivative 从微分的部分一直找吧 by 所以这个计算定理 f can be f can b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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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